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美国对于全世界是不是都是一种殖民思想 或者是试图要控制大家呢 那现在最让他头痛的是谁 是印度吧 因为他在这个四方会谈里面 现在是不是四方要缺一脚了变三方 看看这边四方安全对话包含了这个 美国 澳洲 日本 印度怎么现在感觉好像要跑掉 因为他都说自己是经济第一 所以他现在是不是导向了这个金砖国家 那我们先来看 好吧既然你要跑掉 现在美国是不是巧巧的 那我就不谈跨的了 我不谈四方了 我就来谈AUKUS AUKUS是我们是三方安全伙伴 这比较铁感了吧 那我们就是美国 英国 澳洲 我们三方现在要干嘛呢 要研发一种高超音速的武器 那也有人评论是讲说 这个其实拜登就是借着中俄 就是这是美国的敌人 所以他就来推销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 那有这个大概5.8亿美元的一个预算 他就说这个世界变了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到这样子日趋激烈的一个竞争 就像是这个中国跟俄罗斯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投资这个高科技以及武器 所以他现在可能推荐成功了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要加速他们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 因为他们有一点落后于这个中俄两国 中俄两国对于这个高超音速武器 已经是研发了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印度 印度现在大家都说 这个全世界都在看印度 印度他说现在他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经济第一 所以他们就说 现在其实因为这个俄乌战争 对于金砖国家来讲的话 其实有影响到他们非常大的一些生计 因为其实俄罗斯就在其中 那如果说你的一些 比方说经济上的交流什么的 其实他们自己彼此之间的一些流通上面 如果你就把卢布给这个禁止的话 那对于他们的经济交流是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金砖国家恐怕因为这一场俄乌战争 受到一些影响 那可是对于这个印度来讲 他就是像这个阿纳布讲的 他说你这个经济上 孤立俄国是不可能的 是不切实际的 他们并不愿意选边站站到这个美国这一边 甚至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另外一位教授 这位教授 他是之前在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面 他就在那个上头 很多西方国家的学者也都在 他就发表了五分钟的愤怒宣言 怒骂了这西方国家 但是他当时是在讲说 你们全部都把这些工业制造 都放到我们发展中国家 你还要叫我们减碳 他当时是因为这样子而红的 不过他最近就在这一两天 他接受了这个国外的媒体 这个独立媒体人的专访 他就讲说其实西方到现在 都还是用一种殖民心态在对待我们 只要不配合你的人 你都当我们是野蛮人 我们来听一听 每次中国人抗争取了 酱油战争等等 中国人都被视为媒体人 你怎么敢打架 如果你打架 你打架 你打架 但这并不改变 东西是反应的 东西是反应的 东西是一直做的事 其實他就是接受這位女性記者 她是在CGTN的記者 但是她這段影片 是擺在自己的YouTube上頭 所以現在大家都看得出來 包含了這個印度 一直在告訴大家 其實你要看清楚 北約他們都告訴自己 就是告訴你 我們沒有戰爭罪 我們只是好像有一點不妥的地方 換一個名詞 這個概念好像 現在我們的執政黨也有學到 換一個名詞 反正千錯萬錯不會是北約的錯 但是這個印度三哥 聯合報今天黑白起 直接用印度三哥來了 印度三哥在這一波裡頭 他們其實真的是很懂得 我知道我的位子應該要放在哪裡 我不要被美國給操弄或是利用 他們現在大買二友 用盧比來買 他就回應說 我們就是跟你美國一樣 歐美你們不是都在搶貨嗎 我就是跟你們一樣 他講得很實在 因為的確美國 你現在最近不是也在買嗎 那個歐洲國家也是在這個戰爭 一開始的時候大買一波 所以他就說我就是跟你們一樣而已 所以搞到這個美國很尷尬 三條線就說那你就小買就好了 也不敢跟他翻臉 那現在蘆布經濟 他說這個仗者能源跟原物料的稱盤 所以這個蘆布 就是俄羅斯的蘆布 現在已經升值更回到了戰前 印度甚至還笑納 你日本要來跟我談 沒關係 五兆日圓我照樣收 可是我還是不要跟你戰一對 然後當東協跟中東 這個表態中立的時候 印度還可以獲得澳洲 這個妥協簽署的經貿協議 左右逢源 這就是印度現在厲害的地方 印度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國家 在現在這個地位上 它的國土面積在全世界排名第七位 次於俄國 加拿大 中國 美國等這些國家 可是它人口很多 它現在大概跟中國大陸差不多一樣的 都14億多人口 可是問題它的人均收入很低 有錢人很有錢 但是人均收入很低 在全世界排名大概在142個國家左右 你看排名的很後面 平均就是1800多塊錢左右 所以這個國家是大 人口多 但是窮 弱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對美國就不會是一個戰略的競爭者 也不會是一個潛在性的對手 因為太弱了 所以對美國人來說的話 他目前的對手就有一個就是中國 俄國他說是短期的威脅 因為他認為烏克蘭 如果能夠再多消耗俄國的力量的話 那俄國將不足以威脅北約 所以對美國人來講 全方位會超過他 或是會跟他抗衡的 只剩下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不管是人口 人力數值 工業技術 科技能力 經濟的量體等等 那麼跟美國抗衡 甚至超越美國的機率是最高的 所以美國他把中國大陸列為 完全的競爭對手 而且是長期的競爭對手 這個情形下的話 印度不是美國的主要威脅的時候 他從過去的次要敵人變成次次要敵人 所以是可以拉攏的一個對象 而且必須要拉攏的對象 所以你說他要建立四方會談 那四方會談也就是把澳大利亞跟日本印度拉起來 就形成了 這個理事他們很清楚的 他們當初是安倍晉三提出來的 所謂的零形保衛圈 也就是說對於中國大陸的海洋通道 因為中國大陸的對能源跟大眾物質的需求越來越大 然後他本身的工業產品要往外賣 所以很大的除了路上的絲綢之路以外 海上的絲綢之路是非常的重要 海上絲綢之路你的貨走到哪裡 你的船隊走到哪裡 你的海軍就要到哪裡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印度的重要的戰略地位就出現了 所以美國他就無論如何要去拉攏印度 美國無論如何 然後在這一次中 印度他看得很清楚 俄乌之間的衝突 烏克蘭的悲劇是你北約跟歐盟 跟俄羅斯之間的大國的角逐所造成的悲劇 不是亞洲國家的所作 也不是拉美非洲國家所為 所以吳大洲裡面跟我們沒有關係 跟我們沒有關係 你要我們為了你的犯錯 來去讓我們自己自傷 拿刀子戳自己 那我不幹 而且我要利用這個機會 讓自己賺更多 所以你看印度就有別於過去的做法 他非常的高調 他高調的要向俄國買油 你看他的油這兩個月 三月份 二三月 他買了1300萬桶 他過去去年一整年才買1600萬桶 可是你看他這麼的高調的時候 美國也不敢制裁他 也不敢多罵他兩句 只能夠溫柔的輕輕的罵一下 不要買太多 這個就是溫柔的輕輕的 因為不罵不行 不罵不行 但是罵重的怕印度跑掉 跟俄國跟中國大陸走得更近 所以你看他必須要 微柔的輕輕的罵一下 這就是你美國有求一人的時候 你能怎麼辦 你只能低聲下氣 所以印度就很高調 你看這次他玩的這個 悄悄板玩得非常好 反觀台灣民進黨 玩得笨的樣子 所以現在其實看起來 這個美國真的拿印度沒轍 所以沒轍到什麼程度 他是不是乾脆 就是我跨的最近都不談 我就是直接AUKUS 我去其他的我的戰略 我的軍事配備 能夠持續達成 我要達成的一個目標 這變成美國現在乾脆轉向 我去因為這樣子 我來發展一下 我的高超音速武器嗎 我們這樣講 就是印度到底他的油 有買的多便宜 他買一桶是22元 22塊歐元 那22塊歐元是多少美元 對不起是20塊歐元 其實就是22塊美元 我們現在買的布蘭特原油 一桶是在100塊左右浮動 所以為什麼他要毛起來買 的原因就在這裡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 兩國之間其實最親密的關係是什麼 是什麼 是軍售 俄羅斯的布拉姆斯 也就是超音速攻傳飛彈 全世界除了俄羅斯之外 還有兩個國家有 一個國家就是印度 另外一個國家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他 是菲律賓 就在我們的南邊 他們都有這種超音速攻傳飛彈 他的速度也就是兩馬赫 所以你要把它說成是 俄羅斯的熊山也是可以 但是俄羅斯人一定不服氣 他一定是講說 這個是台灣的布拉姆斯 好 不管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到極音速飛彈 極音速飛彈它到底 它的彈道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拋物線 是以前的我們的彈道飛彈 它其實就是一個拋物線 現在這一種高超 不管是極音速 或者是高超音速飛彈 它走的不是這條路徑 它走的是出了大氣層之後 它再進大氣層 這個對於徵收來講 它的問題在哪裡 如果你是走這種拋物線的話 以地面上的雷達 它早早就可以發現 可是如果是這一種 現在的這一條路的話 它要到最後階段 尾聲才發現 中端 最後的那一端 它才會發現 發現就來不及了 但是美國有沒有因應之道 美國其實是有 美國現在的因應之道 也就是說低軌道衛星 什麼都要回到衛星上面 但是我們在講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覺得 中國他們的設計很落後什麼 還有人提到黑杖 黑杖就是彈到飛彈 回到大氣層的時候 它會有一段無法接收到訊息 可是現在沒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現在它都是雙追的一個概念 就是前面這是一個追型 後面這又是一個追型 他用後面接收就好 這是中國大陸哪一年的論文 仔細看一看2006年 好 尚光 我覺得那件事就是印度 印度當然還是會對話 但是對話裡面會跟 是另外三方同調嗎 不會 其實俄羅斯一直跟印度 就像剛才講的軍事關係 軍售的關係 包括先進的戰車T90S 甚至於技術轉移 是在俄羅斯生產等等一堆的問題 是在印度生產等等的問題 包括T14的最新的坦克的 技術轉移給印度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 美國在先進武器上 幾乎技術轉移的空間並不大 甚至於說要在外面生產也並不大 因為你看一下美國的軍工產業 全世界十大軍工產業 美國佔一半以上 所以為什麼戰爭一發生 我們就說美國就一定賺錢 你想想看全十大有至少一半 他是在美國 所以他掌握了眾多的武器 你掌握了眾多武器 然後印度以前要跟你買先進武器 你大概都不太出手 就俄羅斯賣 包括共同研發飛彈 剛才講的共同研發飛彈等等的問題 但是高超音速飛彈的技術來說 的確美國目前為止要跟俄羅斯跟中國比 目前為止大概是屬於落後方 落後方 俄羅斯當然烏克蘭我們就看到他打了匕首 打了兩枚匕首高超音速飛彈 他還有先鋒還有箭上發的 告實的高超音速飛彈 所以其實他比較落後 所以他為什麼會去急於聯絡這些國家 一起要發展高超音速飛彈 還有反高超音速飛彈 跟電子偵測系統裡面 針對高超音速 因為這項5G對美國來說落後 相對的反過來說 對美國就是一種威脅 對 所以美國現在趕快補強自己 落後的這一塊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馬上回來